沒錯,這個項目叫做南城香山小鎮 這個小鎮是位於神灣的國際休閒小島上 它這個綠化和休閒做得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見一下我現在所處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看 哇,這個景觀超棒 正對著神灣的這條西岡 蛤?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令到血管無歸? VGA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100%由VGA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GA,就有我,就VGA VGA順款8分鐘,Hello,大家好 今天神灣女孩心儀帶你們來看神灣 沒錯,這個項目就叫做南城香山小鎮 這個小鎮是位於神灣的國際休閒小島上 它這個綠化和休閒做得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見一下我現在所處的位置 身後一大片的綠草地 隔壁就是西岡 而且這個小區裏面 它都會做一個休閒的中心 而且它都會有綠度 所以它這個綠化和我們的環境做得非常不錯 好,那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上示範單位 一起去看看 好,那我現在就來到示範單位了 跟大家簡單看看這個互形格局 是一個85方的三房 因為南城香山小鎮得一座 才會是一個精裝的 如果是我們買回後期的這個 6、7、8座全部都是一個無批交付的 當然大家都可以選擇 裝修都可以,但要加一些錢 我們首先看的這個85方的 86方的就是一入門 它會有一個入戶花園 是贈送一半面積的 這個這麼大的入戶花園 全部都是贈送一半面積 所以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用來擺我們的 圓關和系櫃收納空間 全部在入戶花園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跟裡面的間隔開就可以了 進來這邊就會有一個優靜的廚房 大家所看到的全部都不是交標 因為我們現在買的8座 全部都是一個無批交標 跟大家說清楚 我們可以好像這樣裝修 優靜的廚房 就是一個單開門的雪櫃位置 而且我們看看它這扇窗 這扇窗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這個窗 交標的時候是會有的 就是會留一個位置給大家 這個預留的窗口是多大 我們再來看看客廳的開間 這邊是飯廳 樓底是會有3米的 這個86方的開間是差不多有3米半的 所以說這個實用性是十分之高 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看 哇這個景色超棒 正對著神灣的這條西江 其實這個島 我們之前在神灣來說 是叫做無都島的 但是它現在都會被國家的政策 去改造 變成了一個國際的休閒小島 這個島上 它到時候都會有非常多的配套 譬如說有幼稚園和健康的社區 我們的生活超市都會有的 現在這個香山小廚都已經是開了業的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業主食堂了 這個景觀真的非常漂亮 85方都是對出來看這麼漂亮的光景 而且單價圍倒是1萬1一個方 我們再進來看看房間 這邊就是廁所的位置 淋浴間夠了 有些潮濕 鏡櫃都可以做了全面的鏡櫃 乾濕分離 但是無闢膠 我們就不用提這個膠標準 這邊就會有一間小房 到時候無闢膠標 大家也可以看自己 如何去選擇我們的裝修 對面也會有一間房 這裡其實是一個陽台部件 所以這間房也會贈爽一半面積 給大家使用 最後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但是這個主人房沒有廁所 所以只有一個廁所 86方可能會有一點點缺陷 但是多少缺陷都好 我都會給眼前景觀去接服 86方我們可以買到一線的光景 而且價錢1萬1圍 而且我們回到香港也是十分方便 從神灣這個位置回到廣州很大橋 如果我們滴滴的話 大概三十分鐘左右 都可以去到人工道口岸 好了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大小小的設文單位 我們也可以跟著鏡頭一起看看 現在我們看的是大小小的 105方的 同樣都是三房 但會有兩個衛生間 首先我們進來 同樣都會有一個遊戶花園 會贈送一半面積 給我們業主使用 我們經過遊戶花園之後 就來到廚房的空間 廚房窗的位置就變成這個位置 可能這個位置 我不是特別喜歡這個位置 它也是會有雙升盤的 但是這個精裝的話 要在一座這邊才會有 一座這邊的價錢 都是貴一千元左右的裝修費 這邊就會有一個飯廳 我們可以放四人或六人桌 也可以放得到 如果是舒適一點的 我覺得建議大家放四人的山桌 這邊就是客廳 客廳大概有三米八的開間 樓底三米的 其實我們在客廳這裡坐著 然後看出外面的景觀是非常漂亮的 看這個沒有遮擋的一線西江河景觀 平日晚上也會有這個北路 或者早上也會有北路在這裏 飛來飛去 是一個北路的七色地 前面我們都可以看到有這個快艇 現在他們在這裏玩的 這個快艇 遠一點的就是這個神灣大橋 再過去那邊就是以前的神灣的舊區那邊 其實我們看樓下這個花園 我們的南城鄉山小鎮的花園 做得都非常不錯 因為它全部是一個大城的配套 我們再看這個露台 盡深 包括RX86方那隻都是一樣的 我手臂伸到盡 然後還有位置 所以這個盡深是非常深的一類露台 大概有1.5至1.6米 它的長度應該有差不多5米的長度 因為它去到那邊其實是連回房間 但是房間出不到 我們再進去看看房間 它是折省了一個過渡的空間 做了L字形的一個動靜分區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廁所 廁所林浴間位置 我幫大家看看 它做了乾區和濕區 我們的馬桶和林浴區在濕區這邊 外面這邊就會有一個乾區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樣的設計 因為早上不會搶廁所 或者會節省大家的時間 我在這裡搶洗臉 在裡面用廁所 這邊首先會有一間 陽台部件的房間 房間 其實這間房間算是比較大的 我們不僅僅可以製造 這個頭頭米 或者我們可以製造 一個放1.5米的床 放在這裡 衣櫃放在這邊 這邊還可以放在床後櫃的位置 所以這個即使是陽台部件的房間 也不會太小 這間房間會有一個窗台 窗台的話 也是非常深的窗台 大的露台 大窗台在這邊 我們可以放在一張咪本的床 空間非常十足 空間十足 我們最後看看這個房間 房間 因為它已經做了一個模型出來 如果我們裝修的話 也可以這樣參考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放在一個衣帽間 這樣做一個轉型的衣帽間 平時我們的包包、漂亮衣服 或者我的手袋 我們的手飾 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會有一個套間的設計 看看浪漁間的位置 這麼窗 如果是大隻少少的 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裡面這間房 同樣房間都是一個藍向的 看看我們非常漂亮的光景 而且現在是一盞燈的 所以現在的採光 大家都可以感覺一下 是不是非常十足 以上就是這個105方的 也是一個三房的帽子 那神灣這邊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了解的 想問的都可以找回我 其實藍城這邊這個樓盤 它周邊的配套都是非常齊全的 例如我們去神灣市場 神灣醫院 神灣行政服務中心等等 全部都是15至15分鐘的車程之內 通通都去滿足我們日常的生活所需 以上就是今集的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感興趣的話 都可以諮詢我 我們都有香港出發的 即是來回看樓團 全程都會有專車接送 我的電話是936-0995 下期再見 記得按讚 拜拜